由政府号召的拯救耶路撒冷万人大集会 让朝野领袖齐聚一堂 最引人瞩目的是首相拿都斯里纳吉 和希望联盟名誉主席敦马哈迪 公开撕破脸皮之后第一次同场 不过两人巧妙地前后脚抵达布城清真寺 避开狭路相逢的尴尬 布城清真寺在星期五早上11点开始有人潮 敦马在中午12点45分低调抵达现场 不接受任何访问 大约20分钟之后 纳吉在多名部长陪同下进入清真寺 随后还公开呛声美国总统特朗普 大约20分低调抵达现场 sebagai ibu negara Israel 除了敦马 诚信党 公正党 土著团结党和伊斯兰党等在野党领袖 都出席了这场集会 唯独是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不见踪影 仅仅是由儿子兼伊卿团长 默哈默卡里尔代为出席 美国政府较早前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掀起穆斯林界极大反弹 联合国大会在星期四召开的紧急特别会议里 以128张赞同票 通过任何宣称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 都属于无效行动 马来西亚也是其中一个投赞成票的国家